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任务完成 获得回成碎片一块 这么容易就获得回成碎片了 那看来集结十块也不是什么难事嘛 咱们下个任务什么时候开始啊 新的任务呢 会根据 剧情的进展随机出现 去做好准备吧 拿水来 王爷 别输了 我这都到了第八湖水了 这个女人 简直厚颜无耻 太不要脸了 必须给她个下马威 否则以后更加无法无天 王爷 宫里来恩使了 皇上给您和王妃赐了早膳 既然有御赐 就能个女人过来用膳吧 是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冥暖了四季 实不言寝不语 没人教过你吗 什么乱七八糟 没人说话呀 我密其妙吧你 你 就你懂规矩 懂那么多 昨天晚上还不是招惹我的的 你还好意思提 你 真没人说话啊 王爷 王妃确实没有说话呀 嗯 这御膳味道是真不错 就是对面这张臭脸到胃口 干嘛呀 吃饭哪 完了 脾气真大 说不起 说不起 刚才那个女人当真没有说话 确实是没说啊 可本王分明听到了她的声音 到底怎么回事 王爷 王爷 您看 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要不要属下把太医教来给您看看 不用 本王好得很 王爷 属下饭前接到通知 摊腹案的人证 已经安顿在京城外的秘密地点 对方要求必须亲自见到您 才肯交出关键证据本 此案关系重大 涉及到朝堂的各种势力 本王也必须亲自见他 近几日 王府还多了很多眼线 王爷可一定要小心 明日是新人回门的日子 正好可以借此演示行踪 岳父岳母大人 王爷客气了 可回来了 娘 宠婚几日 王爷和小夕相处得还好吧 挺好的 我这个女儿啊 骄纵惯了 丢蛮任性 跟他娘啊 那简直是 不一样嘛 你看他娘 知数大力 再看我家女儿 以后的日子啊 还请王爷 嘟嘟饱寒 嘟嘟饱寒 岳父大人客气了 您为我大圣国劳苦功高 征战半生 看在您的面子上 本王也会多多包容的 是啊 洞房花竹叶 连弓箭手 蒙汗药都用上了 确实够包容的 长辈面前 说话要注意些 我没说话呀 这耳朵不用的话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小心 这个不满王爷 我跟剑内 也是纸婚 那时候我的心情 是相当的 惊喜呀 特别惊喜 又惊又喜 可是随着 夫妻之间嘛 日子长了 感情 就越来越深厚了 那咱就别站在外面说了 府里一边好酒菜 王爷 里面请 对对对 来来来 请 王爷 下人的衣服已经拿来了 快马也已在城外备好 有了岳父大人 王爷查处贪腐案 乃师为过操劳 老夫自然应该是鼎力相助啊 爹 你们在这儿干吗呢 王爷在给下人训话呢 去去去去 找你娘玩去 去 哎呀 我刚送我娘娘出来 你都不知道 她受了大哭啊 这一个时辰 跑了八趟厕所了 哎呦 你说这 这可怎么办得去 岳父大人 要不您先去看看岳母大人 好嘞 老夫去去去就回 还个吓人训话 鬼才信呢 原剧情到了这儿 秦川就要乔装改办去见贪腐案的人正 徐掌柜 说完鬼才信之后 你没有再说谎吧 当然没有了 你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这耳朵还不好使呢 今天本王还有药物 忙完之后 自会带你回复 你好好留在家里 哦 哎 秦川这可怜的家伙 还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虽然现在外面情空万里 但是 在他和徐掌柜见面之后 突然 就会吓起大眼 然后徐掌柜急着去接手 没想到 就被雷给劈死了 走 2 走 2 2 3 4 particularly